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 请看第一题 How much什么your milk 你的牛奶多少钱 这道题啊 很多同学看见了your就像用are 我的天啊 你肯定是中毒了 you这个词你 它前面才要用are 但是这个your是你的 它只是一个修饰词 真正决定必动词用什么的 并不是your 而是后面的名词牛奶 牛奶是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都当单数看待 必动词要用ese 所以这道题选择c 第二题 How much什么your shoes 你的鞋多少钱 又是你的这个词 千万别小看它 而是看后面的名词 shoes加了s是一个名词负数 名词负数咱们肯定要用or 这道题选a 你的鞋怎么卖 多少钱 请看第三题 How much什么this pair of shoes 这双鞋多少钱 很多同学看见了这双鞋 两只鞋啊 那肯定选择是a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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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this pair of 这双鞋 这叫量词 量词如果是存在的话 要用量词定单负 中间的pair 没有加s 是一个单数形式 所以要用ese 记得有量词 量词定单负 量词总共就四种 第一种是形状 第二种是容器 第三种是计量单位 第四种就是这个词pair 一双 一对 一副 一定要注意 有量词 量词定单负 好看第四题 she is什么good she is good 什么running 哎呀 它在跑步方面很擅长 在某方面 我们需要用到借词在 哪个借词表示在呢 就是a选项at 所以这道题选的是a 告诉你哦 这种啊 不要当成短语去背 什么be good at be good for 死基因背是没有用的 要理解每个词的根本意思 在某方面做的好 那不就是某方面擅长吗 所以我们选择借词在就可以了 第二题 游泳对于你是有好处的 那么哪个借词表示对于呢 这就肯定是for呀 所以选择的是be 你不用把be good for 当成一个固定短语去背 理解每一个词的含义 这样的短语就特别容易积累住 我是李渔老师 如果你在英语学习方面有困难 记得预约老师每天早上8点的直播 来我的直播间学更多